将近女子与陈姓男子交往期间,共同饲养陈的法国斗牛犬拉拉,将女对拉拉甚有感情,将女与陈分手后,对小狗异常想念,禁止陈过去给她的钥匙闯入陈家,将狗抱走,检请巡线将将女送办起诉,新北地愿依侵入住宅气道罪判刑6月。 判决指出将近女子过去与陈姓男子交往时,共同饲养陈的法国斗牛犬拉拉,去年一月两人分手后,陈与他仍结婚,但将女并不在意,仅特别思念拉拉,同年5月,他使用过去陈在交往期间给她的住家钥匙,前往新北市新庄区陈的住处,将小狗抱走,陈其返家发现拉拉不见,立即报警。 警方见妾嫌侵入住宅气道,却没有偷走其他财物,也没有破坏门锁,警报走一只小狗,尽陈姓男子思索可能的嫌犯,趁想到将女前女友有她家钥匙,用LINE质问,将女承认小狗在她那边,是她抱走的。 警方将将将女含送法办,检察官依侵入住宅气道罪提起公诉,法院审理时将女承认犯刑,表示太思念小狗才会闯进前男友家抱狗。 法官考量沉浸,男子一表示不再追究,将女认罪,表示会议,判刑6月,得一颗罚金。 法国斗牛犬相当可爱,非本案中小狗暴戏资料照片分享。